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直接的因素就是创业的失败 那对于创业风险来说 分为什么样的类型呢 我们会把它分为系统风险和非系统风险 创业的系统风险 主要是机会 市场 资本和环境 更多的是外部的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创业机会 是不是会被采纳 是不是有人给我们买单 或者呢 市场方面是不是有相应的需求量 对于我们介入创业的这样一个市场的时间 是否得当 我们的定价是否合理 或者是我们的销售战略是否有效 第三 资本市场 影响资本市场或者是创业的资本市场的 这样一些风险呢 主要来源于与钱有关的三个方面 利率 汇率 股票价格 最后是环境风险 比如自然灾害 或者所有的不可抗力 那对于创业风险中的非系统风险呢 我们可以看到 非系统风险呢 主要分为的是这三个方面 来源于技术 资金和管理 主要是创业团队内部 我们创业团队里面所掌握的技术 是否能成功 不确定 这个技术是否有前景 不确定 创业的这个效果 技术是否有相应的效果 效率 也不确定 同时 我们所掌握的这个技术 能够存在多久 就会被更替 也不确定 之后呢 看到风险 资金风险 我们所需要的资金的规模有多大 融资 我们能够融到多少钱 以及管理者 我创造的企业的这个人 素质是什么样的 我是不是有充足的创业者的素质 和我是否能够决策 能够组织我的企业 能够合理的 让我的创业团队 更好的去完成我的创业想法 这样一些不确定性 组成了 非系统风险 那我们看一下 如何能够更好的 去规避 系统风险呢 我们往往呢 会从三个方面 来操作 那因为系统风险呢 更多是创业企业外部的因素 所以呢 首先 我们要 去尝试着去 规避它 对于规避风险 我们首先要做到的 就是调整风险的偏好和战略 比如说 进入市场的时间 比如说更好的了解 市场的需求 或者是更 更加好的监控和预测 我所采用的货币 利率 股票的价格 第二呢 降低风险 降低风险 这本身也是来源于 调整的战略偏好 我们要加强对于 控制风险的决策 在决策 决策风险到来之前 及时的调整自己的战略 第三 我们要抓住机遇 因为往往有风险的时候 才会有机会 比如说 因为有利率 汇率的价格的波动 导致其他的竞争者 退出市场 是不是也给我们 创造了一个好的时机呢 所以我们要保留风险 更好地抓住 我们的机会 那对于非系统的 创业风险的来源 主要来源于五个方面 这五个方面呢 也都主要是 创业企业的内部原因 首先是融资 很多企业的中途夭折 往往是来源于 资金链断掉 同时呢 信息和信任 很多时候 创业企业员工内部 或者是创业企业对外 信息不对称 或者产生信任危机 都会导致 创业的风险 之后管理 有的时候 创业者不一定是好的管理者 他可能掌握着良好的技术 也可能有着非常好的创业愿景 但是在具体的管人 管钱 都会产生 非常明显的错误 所以对于管理来说 也是非系统的创业风险 之后 资源 创业企业 一般都是在某一个领域里面 有着非常强大 或者非常领先的技术 或者想法的这么一些人 或者是一个组织 但是 是不是 他还同时有着 政府的支持 银行的支持 投资者的支持呢 对于资源 资源的损失 或者资源的缺少 也会导致创业的风险 最后是研究 研究呢 往往是对于一个企业来说的 再次发展的 可持续发展的过程 一个能力的支持 有的时候 对于企业来说 他可以有非常好的想法 来推出市场 但是对于 二次发展的时候 或者是再次发展的时候 很多时候 就欠缺了研究的能力 那怎么样去 识别非系统风险呢 我们往往会 采用这四个方式 分别是 业务流程 咨询 现场观察 和财务报表 这里面 对于企业 创业企业者来说 非常重要的是财务报表 因为很多时候 创业者 不是财务的专家 他们欠缺着财务的常识 但是呢 从财务报表上 可以完全体现 一个创业企业的 财务健康状况 所以呢 在这里我们重点 提出的是财务报表法 当然也希望 能够看到这里的 有创业想法的年轻人 能够多多 在自己私下的时候 去掌握 更多的财务和财务管理的信息 那基于系统和非系统的 创业风险 对于一个创业者来说 他在创业过程中 分别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我们如下呢 做了一个这样的展示 对于创业前期来说 创业者呢 往往缺乏充足的 创业的心理素质 有的时候 对于创业者来说 可能抗压能力不够 或者是 对于团队的合作能力不够 这些呢 都会导致创业的风险 同时呢 缺乏资源 资源包括人 财 市场 第三呢 创业机会 或者计划不明 在创业计划上 大家一开始 都会想着 我的创业是 创业的这样一个企业 希望发展成什么样子 但是 在实际的创业过程中 一直忙着低头赶路 忘了抬头看路 所以呢 会导致创业计划不明 而中途夭折 最后呢 在创业前期 还容易仓促上阵 比如说 我有了创业想法 这个呢 想法也能变成机会 同时呢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 介入市场的时间 那我就仓促上阵了 在创业的活动 开始之后 忽然发现 我缺少了很多 能够支持和帮助我的人 或者是缺少了很多的资源 这些都是创业前期 会导致创业风险的可能 那在创业中期 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往往会因为目标游离 创业急功近利 或者是团队孤军奋战 或者团队内部争权夺利 或者是创业者固执己见 导致非系统的风险 那创业后期 创业者往往会 有阶段性的成功 那是否继续发展 或者是盲目冒进呢 也或者是 贪图享乐 挥霍浪费 坐享其成呢 也或者是 安于现状 不再创新 或者是在管理上 因为团队更加庞大 缺乏了更加 科学的管理方式呢 这些可能都会造成 创业后期的创业风险 那我们这一节呢 主要是跟大家分享了 创业中 创业风险方面的知识 可以看到 在整个的创业过程中 风险是无处不在的 分别在内部 外部 创业者自身 创业团队 都会有着潜在的疏忽 而导致整个创业活动的失败 那希望大家在自己考虑或者计划 创业计划的时候 能够有所防范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